看看新闻网 电影《杀戒》讲述了刘烨饰演的小城苦习精小李坤 在邂逅了妮妮饰演的钢琴女神江月娥后闪婚 却因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而离婚 一段聊爱旅途就在刘烨与妮妮轰轰烈烈的夺子大战中上演 虽然戏里和妮妮吵不停 但刘烨却自爆在家里和法国老婆极少吵架 原因竟是她的笑场 我跟我太太很少吵架 而妮妮当天一身蓝黑拼色连身短裙情亮相 和电影里的心机女形象相去甚远 年纪轻轻就演起了妈妈 妮妮能不能胜任还不知道 不过现场访问情意就落入媒体的圈套 妮妮好像还是嫩了点 那你自己本人喜欢什么号 我喜欢 谁因为红烧婚年纪也不消了 有这个 谁见我双猫婚女 财问电影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比起感情问题 由于日前张艺谋刚刚宣布加盟新公司 作为某女郎的妮妮是否会随着恩师而去似乎更加热人关注 媒体也很想从妮妮处打探出张艺谋所说的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到底是什么内情 不过妮妮这次倒是吉林的很 除了祝福什么都不说 那所以现在你是跟随她一起过去了吗 那经纪约到底是落到哪里了呢 我暂时还没有签经纪公司的套项 因为今天中午刚刚到北京 住户张长 这是一个好消息 希望她能够带给大家更多个场合约 谢谢 那所以之前跟那个新画面那边的合约是已经已清了吗 那这次这个杀戒的剧本 就是说也是张宝帮你把门关的 那那个她现在还是会对你的那个未来选篇是有一定的帮助吗 我们问电影 他昨天说因为电影以前的合作方式有一些就是不规范 你觉得吗 你觉得跟他拍那个精神参差的剧 不责演戏 娱乐新天地北京报道